青蛙王子 从前,在一座大森林的边上有一个小水潭 水潭里住着一只青蛙 每天傍晚时分,青蛙就会跳出水潭,眼望着远方 它看上去十分的忧伤 离水潭不远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宫殿里住着国王和王后 他们有三个女儿 三位公主都非常的美丽 尤其是最小的那位公主 小公主很喜欢来水潭边上玩耍 特别是炎热的夏天 她常常坐在水潭边的一棵大树下乘凉 无聊的时候,就玩她最喜欢的小金球 将她抛到空中,再接住 青蛙非常喜欢小公主来水潭边 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浮出水面,静静地看着它 一天,小公主和往常一样坐在水潭边玩她的金球 她把金球抛到空中后,接住 一不小心,金球掉到水潭里去了 小公主 小公主怕潭水弄脏了她的衣服,不敢下去捡 坐在潭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的哭声越来越大 青蛙听见后,从潭底浮出来 游到岸边问道 美丽的小公主,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小公主说 我的金球掉到水潭里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青蛙说 别难过了,小公主 我可以帮你把金球捞起来 但是,你用什么来谢我呢 小公主连忙说 你要什么都行 我的漂亮衣服,文具,珠宝都可以给你 可是,青蛙不需要这些东西 她说 你的这些东西 我都不要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做你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块玩 在你的水杯子里喝水 用你的小金碗吃饭 晚上 还让我睡在你的床上 你能答应吗 只要你能把我的小金球捞上来 我就答应你 小公主很爽快地答应了 可她心里想 这只愚蠢的青蛙 只会呱呱乱叫 怎么能和我在一起呢 于是青蛙 于是青蛙潜入水中 一会儿就把金球咸了出来 她将金球抛到草地上 小公主捡起小金球 高兴地转身就跑了 青蛙很焦急地跟在后面呱呱叫着 小公主 别跑 等等我呀 小公主 这才想起自己的诺言 她没想到青蛙是认真的 心里感到很害怕 于是飞快地跑回宫殿 不一会儿 她就把可怜的青蛙 给忘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 小公主正和父母一起吃午餐 听见有人敲门 小公主 小公主 我要和你做朋友 就像你昨天说的那样 请开门吧 小公主想知道 是谁在叫她 便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开门 她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昨天那只青蛙 她赶紧地关上大门 慌慌张张地跑回去 国王发现小女儿神色慌张 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小女儿 是谁把你吓成这样 难道有人能在我的王国里伤害你吗 没有谁要伤害我 而是一只让人恶心的青蛙 小公主低声回答 但是青蛙找你做什么呢 国王好奇地问她 小公主 小公主只好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 这时青蛙又在门外呱呱地叫 小公主 小公主 我要和你做朋友 就像你昨天说的那样 请开门吧 国王 国王听了之后 对小公主说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 她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 你就应该实现自己的承诺 快去把青蛙放进来 小公主在父亲的责备下 极不情愿地打开门 把青蛙放了进来 青蛙进来以后 跟着小公主来到她的椅子前 对她说 请把我放在你的椅子上 我要和你坐在一起 小公主用两根指头 把她放在自己的椅子上 可她又要求到桌子上 小公主也只得照办了 请把您的小金碟子 推过来一点好吗 我想和你一块儿进餐 放在那里 我顾不着 接着青蛙又说 小公主虽然心里很不情愿 但还是把椅子 推到青蛙的面前 看着青蛙吃得津津有味 小公主却一点胃口也没有 她紧锁着眉头 过了一会儿 青蛙拍拍肚子说 我吃饱了 现在可以抱我到你的小房间里 在你铺着天鹅绒被子的小床上 睡一会儿吗 小公主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让这只冰凉凉的青蛙 睡在自己柔转的床上 这怎么可以 可抬头看看父亲 两道严厉的目光正盯着自己呢 小公主嘟着嘴 小公主摇摇好 不然我就去告诉你父亲 一听这话 小公主勃然大怒 一把抓紧青蛙 往墙上摔去 我已经受够了 你这个丑家伙 和我讲话要礼貌一点 现在我让你睡个够 青蛙从墙上弹回来 重重地落在地板上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 他神采奕奕 蓝色的眼睛里透出温和的神情 他告诉小公主 他被一个邪恶的巫婆施了魔法 只有他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 他们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握着小公主的手来到国王面前 请求娶她为妻 国王愉快地同意了 不久 小公主和王子坐着一辆豪华的马车 前往她的国家 这是她的父亲派来迎接他们的 车后 站着王子最忠心的仆人 海依女西 在主人被变成青蛙的时候 他十分的悲伤 为了不使自己的心 因为伤痛而破裂 他在胸口上绑了三道铁骨 当看见王子又变回人形的时候 海依女西胸口上的三道铁骨 因为快乐而裂开了 海依女西驾着马车 将王子和小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在那里 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从此 王子和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